那么圣玛丽亚女中呢 当然培养出来了很多这个优秀的女孩子们 这个因为她是贵族学校 她其实是个贵族学校 这个这个收费很高的 所以呢这个近来念书的非富即贵 对吧 那么其中呢 特别著名的毕业生就有一个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是在这个地方念了她的中学 当然她念中学的这段时间呢 也见证了圣玛丽亚女中最好的一段这个时光 因为她毕业了以后 她是1937年这个应该是37年的这个毕业的 37年以后呢又打仗了 所以呢学校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短暂的又签掉了 搬到别的地方去上课去了 那么圣玛丽亚女中哈 圣玛丽亚女中的学生呢 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哈 这个各方面水平都是很可以的啊 这个那么所以呢 这个学校对学生的培养 一个是注重英文 对啊注重英文 第二个呢是她也注重很多的体育的课 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吗 这是这个女中的学生原来打这个篮球 你篮球哈 你前两天是30年代的时候 这女生打篮球对吧 你你你 就她她规定啊 这圣玛丽亚女中呢 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下午4点钟放课了以后啊 大家不能坐在这个这个教室里边哈 一定要到操场上去要运动哈 一定要她有一个要求的哈 一定要去这个运动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学生们哈啊 这个包括其他的一些 比如像这个哈 这张照片也是一个啊 这是193636年36级班的这个学生的一个合影哈 所以所以刚才那个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其实培养 他其实人不多的 他他你看他一个一个一级学生 就就这点人数啊 对不对不是什么 不是我们现在理想的概念当中 什么几十几百 一个班就几十个人 一个年级几百个人的那种 不是这样子的哈 好 那么这个上面呢 这个上面呢 我们再看到哈 那么呃 张爱玲在这边的时候呢 她是是这个样子的哈 她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是他们班的这个合影哈 后排第4个 那个瘦瘦的就是张爱玲哈 那张爱玲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呢 她其实也表现出了 她的很丰富的这个才干哈 呃 她自己的这个写作方面的 中文和英文方面写作的这个才能 都是在圣玛丽亚女中时候开始奠定的哈 张爱玲在她 在1937年的时候呢 她写过一篇这个中文的文章 叫不幸的她好像叫哈 当中就想着写了一句话 她说这个呃 什么悲欢离合都是寻常哈 这个总有一天 我们都会含着泪珠撒手 什么之类的哈 反正就是这个就很早就表现出来了 她的这个写作方面的一些才华哈 那么包括还有她们学校里边哈 这个学校里边一个专门的刊物叫凤早哈 这是圣玛丽亚女校的这个学生的校刊哈 那么张爱玲的文章呢 早期也都发在这个校刊上面哈 那么我今天呢还找到了一篇张爱玲的这个 她的早年的习作哈 但是是一篇英文的习作哈 这篇英文的习作呢 是她1937年写的时候 写的他们学校里边的一个阳光史 阳光坊哈 我稍微念一下哈 大家听听 我最喜欢这学校里边的这个阳光石哈 It gives me the same impression as its name A warm bright room constantly filled with sunshine It is a rectangular room 一个长方形的房间 The walls are painted in white But the lower half of them is hidden behind the cover of black wood 讲了好多 整个这个描述 这个学校的这个太阳石的阳光坊的一个一个一个布置哈 这段话我看了一下哈 他还写的真不错 你别说哈 1937年的时候张爱玲多大呢 17岁 17岁 17岁可以写到这个 可以写到这个水平哈 其实你看他这个真是还真还是写的不错的哈 很这个很很表达很很怎么想表达很流畅哈 所以说这是这个啊 啊很认识的对哈 所以你看他正当中写 那么他包括他们说为什么喜欢这个房间等等 大家说这句话 This belongs to the phoenix board 就是凤枣的编辑部哈 And every girl has the privilege of putting her own things in it 啊 The box is locked 可说这个阳光室里边有一个这个宝盒密盒哈 那么大家可以这个里边就是你也把你想要写的什么主题啊投进去等等等等讲了很多这些事情哈 那么这是这个他以前的一个这个习作哈 陆星闲着汗烟管插着腰站在门口 于猜亭屋顶上的石毛草亮晶晶的在滴水 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 水心里疏疏几根狗尾草 随着水窝轻轻摇着浅绿色的碎子 张莱林家里未必养牛 也不见得放过牛 可是这一篇牛写的真好 那么肯定很肯定有人关心啊 圣满利亚女中的学生现在还有没有健在的呢 其实是有的哈 我还看到一张这个照片哈 啊这些老太太们哈 这些老太太一大大一是他们的这个校校的学校的这个校徽哈 那么啊 校径这校徽应该是用这个电脑的方式重新做出来的哈 所以因为字体不像是这个1881年会用的字体吗哈 但是你看这张啊 可能是这个学校当年的还健在的这些老的校友的一个合照 好这是这个